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首次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这么多国家首次大规模的线下峰会 第二个首次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后 习近平主席的首次外访 我觉得它的特殊意应该说体现在两个层面 首先是百年变局挑战空前 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 其实我们知道当前全球性危机多重爆发 那么新冠疫情还在延淡 地缘政治冲突 紧张仍然加剧 同时全球经济下行 两层能源安全等一系列危机都在凸显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全球治理越发趋于碎片化 分裂化 失能 失速 失效 世界站在十字路口 变乱交织之下 如何带领世界走出困境 其实已经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 我们知道刚刚过去的10月份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其实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积极稳健 一个比较有坚定的这种信号 所以这样一种信号之下 各国都非常期待20大之后 中国的角色 中国的作用怎么凸显 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各国都非常期望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次外访 能够为全球治理注入强劲的动力 提供中国的方案和声音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一个时代背景 就是说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整个冬至西乱的态势不断地加强 那么中国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由于西方领导力的整体下降和缺失 国际社会其实也希望中国能够带来 在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之外的新的贡献 独特的贡献 谢谢张所长 那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抵达巴黎岛后的 第一场公开活动 就是中美元首巴黎岛会晤 也是历时了三个多小时 受到全球高度关注 那您认为此次会晤 对于中美关系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来说 又有何重要影响呢 在全球动荡变革之际 中美元首面对面 深入坦诚交换看法 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我个人观察来讲 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而言 此次会晤至少存在三重影响 一是把握定向稳定信心 观察中美两国五十余年的交往经验 其实有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 在于每当两国关系面临危机或者关键时刻的时候 往往是两国领导人的战略远见和智慧 来化解存在的危机 带领两国关系回到正轨 通过持续战略沟通 澄清误解 增进互信 能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 引领正确的寒向 第二个作用或者第二个影响 我觉得是通过务实合作 循序渐进的 将两国关系回到一个更加正常健康的轨道上来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次元首会晤过程中 其实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要的议题 达成了共识 比如说双方工作团队之间的这种交往 尤其是两国政府之间 涉及到外交 还有财经团队之间的对话沟通 应该说接下来会进一步的推进 同时两国围绕全球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 粮食能源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都将进行深入的探讨 所以我觉得这种务实合作 其实也有帮助于两国关系 从小处着手 更好的未来的两国关系的回到正轨 积累能量 奠定基础 那么第三个层面 其实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 涉及到两国关系而言 我们知道两国关系发展这么多年 尤其是近一些年来 由于美方在对华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向 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严重的恶化 而这个恶化的背景是在于 美方的对华战略认知出现了偏差 两国元首会晤之后 两国能不能就两国关系所存在的问题 包括分歧以及未来面临的风险挑战 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 并且围绕这些问题 美方我觉得需要做出更加清晰的表态 他需要去纠正在对华战略 对华政策上的一些具体的错误言行 要纠正他的对华的错误认知 要尽快地回到理性正确认识 中美关系的回到上来 这样才有可能为未来的中美关系 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张所长 此次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巴黎岛峰会 那他在这次的讲话中 也为应对全球治理缺失 粮食 能源 金融等危机 提出了中国的方案 那您如何评价这些中方主张 峰会取得的共识 对全球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有何意义呢 这次习近平主席提到 全球治理缺失之下 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国集团要体现大国担当 发挥表率作用 推动更加包容 普惠 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这些倡议和主张 其实就切中了 当前全球治理的要害 我个人认为 从当前的全球治理的现状来讲 不均衡 不充分 不包容的全球发展 其实成为全球治理最为突出的难题 其实发展问题越发的凸显 而发展问题的凸显 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脆弱国家 首单其冲 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那么关于峰会推通过的联合宣言 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它的意义在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它是稳定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它表明各国仍然愿意通过团结协作 来共同应对挑战 我们知道在前一个阶段 尤其是过去几年来 那么由于新冠疫情危机的发生 国际社会其实缺乏一个共同合作的基础 或者机制 或者现行的全球国际和多边机制 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所以这使得各国都希望 能够在G20峰会 包括APEC峰会 这样一个重要的多边场合 能够进一步的重申 国家间通过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这样一个精神 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第二个方面 其实它是在于 在更加务实的层面 它是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在这次的联合宣明中 其实也提到 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 包括公共卫生的议题上 疫苗的问题上 在应对粮食和能源安全 整一些具体议题上 都有一些具体的倡议 那么这些倡议 其实也为未来全球如何能够应对 或者走出当前的危机 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或者解决方案 您如何看待习近平 在APEC会议上 所提倡议的现实针对性 而且习近平主席 面向亚太工商界的领袖 讲述了中国是现代化的世界机遇 您认为这又有何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 在这次讲话中提到 六项具体的倡议 包括助劳和平发展的根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 实现更高层次的互联互通 并且要打造稳定 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 这六项倡议也包括还有推进 经济优化升级 我认为这六项具体的倡议 其实抓住了各国当前所关心 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呢 未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需要着力在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以RCEP为基础 加快推进亚太自贸区的建设 在亚太地区 其实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 它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它各自面临的问题也不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国如何实现均衡的包容性的发展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要发挥好地区发达经济体的作用 同时要更加照顾地区的发展中 发展经济体 它的本身的这样一些切实的需求 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资金 技术能力等方面的支持 从而能够实现整个地区的共同发展 邢邢邢主席还深入阐释了 中国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 我个人认为呢 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中国仍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仍然坚持与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仍然坚持对外开放的大门不变 这就向国际社会示范了一个积极稳定的信号 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是能够汇集世界的 中国的发展也能够为世界的发展同步进行 所以说这种中国式现代化 显然是有助于为单前 尤其是比较严峻的 不平衡的全球经济发展形式 注入新的能量和稳定器 是的 张所长 那多边搭台 双边唱戏 在这两场重要的多边会议间隙呢 一系列的双边会晤成为了焦点 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 阿根廷总统 塞内加尔总统 韩国总统 日本首相 荷兰首相 等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 或政府首脑举行了双边会晤 那习近平主席马不停蹄地会见新老朋友 沟通双边地区全球性的问题 您认为这有何重要的战略意义呢 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够有如此密集的双边会晤 确实实属罕见 那么各国领导人 为什么都希望与中国元首 能够面对面的会谈呢 其实我觉得这首先体现了 他们对于发展与中国之间关系的重视 他们也非常关注中国的角色和作用 所以习近平主席在这次的会晤中的 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会见 其实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 也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于发展均衡的 对这种全球伙伴关系的这样一种重视 我们都表达了愿意积聚与之深化 双边的合作 共同推进务实的晚来 并且能够加强互利共赢合作的赞争意愿 发达国家其中的一个代表 习近平主席与马克人总统的这个会晤 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细节 双方都共同强调了 在独立自主外交问题上的一个重视 意味着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 作为国际上举足群众的国家 都向国际社会示范了一个信号 就是说各国其实都可以依照国际术本身的 是非曲直来决定自身的立场 都应该依照或者根据本国的利益 以及世界人民的福祉 来决定自身的外交政策 而不必要非要蛮从于其他国家 而丢失了自我 第二个从发展中国家代表上来讲 我关注到的是习近平主席 与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之间的会见 这个会见其实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会见中费尔南德斯总统他提到 阿根廷永远是中国的朋友和兄弟 永远支持中方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体现了他对于发展与中方之间关系的战略重视 他对于中阿之间在相互核心和敏感议题上的 相互尊重的这样的重视 他也体现了中方长期以来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真实清晨关系的 这样一种生动的写照 所以在这一系列会见里面 我觉得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中方都是秉持着相互尊重 互利共赢的这样一个原则和精神 去发展与对方国家的关系 所以这一系列双边会 我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效 达成了诸多的共识 其实他对于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此访期间 习近平主席还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了会谈 两位领导人共同见证了亚万高铁试运行 中印尼选择在G20这一时期 对外展现亚万高铁的合作建设成果 有何特殊考量呢 那么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 对于地区和全球又有何重要意义呢 我觉得这次这个中印尼元首会晤 确实有它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这个亮点就是亚万高铁的这样一个开通的试运行的仪式 是由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的 其实我觉得这是两国政府非常精心巧妙的安排 它的巧妙之处在于亚万高铁本身的一种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第一重在于亚万高铁本身 它是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以及它的突出的体现 显然是有助于印尼国内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的建设 第二重意义呢 我觉得在于中国印尼合作 它有一个示范效应 亚万高铁它不仅仅是印尼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铁 它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铁 它是首次是中国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的投入 所以这一系列这个充分表明了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 这种标志性的落地 所以这一系列的成果和我们看到它的头显 其实就能显示出中国印尼合作 在亚万高铁这个问题上 它不仅仅具有双变的意义 它还有地区的示范效应 它能够为整个地区的发展带来更加深入的 有启示性的这样一个作用 同而也能够为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命运共同体 带来更加强劲的动力 此次访问泰国是习近平主席 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泰 这一首次意味着什么 今年也是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 此访将如何引领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 赋予中泰一家亲新内涵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中泰两国的高层互动是非常的密切的 今年7月双方外长的会晤就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目标达成了一致 并且赋予了中泰一家亲新的时代内涵 那么这些高层往来其实就是为现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 习近平主席在这次访问我个人认为它有非常多重的意义 进一步厚执中泰传统友好的关系 并且为两国和地区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强劲动能 推动中泰合作 进一步地走在区域合作的前列 其实从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中泰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应该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中泰铁路等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 此次访问也有助于推动中贯南北 联通欧亚的中老泰铁路能够早日的全面贯通 那么以通道来触物流 以物流来触经贸 以经贸触产业 从而推动沿线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为三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有助于为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汇聚共识 为世界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和稳定性 能够共同发出亚洲国家致力于和平发展 共同繁荣的这样一个新生和强硬 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主席辞访期间 对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也提出了很多中方的倡议 您如何看待中方的主张 对于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意义 如何看待国际上一些脱钩沿性的危害性呢 这次习近平主席专门提到 关于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是有这么几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体系 遭受了严重的威胁 那么这种威胁呢 其实是根本性是在于一些势力 一些国家大搞脱钩断链 那么他们试图通过破坏 现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 来谋取自身的利益 第二重含义呢 其实是在于从现有的国际全球治理机制来说 各国现在缺乏有效的合作 所以在这样一个多边场合 我们更有必要共同的探讨 如何能够尽快的稳定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第三重含义呢 其实我觉得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讲 其实在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中 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或者说是关键的成员 中国作为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也需要发出我们的声音 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到 我们应该要遵循经济规律 坚持市场原则 要打造便利高效安全的亚太产业链和供应链 这些本身就凸显了中国的一个独特的作用 而对于现在国际上的一些脱钩的言行来说 它首先破坏的是各国合作的基础 它使得各国之间的合作缺乏一个良好的氛围 因为一些国家大搞脱钩锻炼 搞所谓的两个世界 两个平行体系 两个市场 使得一些国家 它被迫的要在中国与其他的市场之间做选择 这必然会危害它本国的利益 同时它也破坏整个全球产业链的体系的稳定 所以在这点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 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体的 各国其实应该相互合作 而不应该寻求脱钩 要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反对将粮食能源安全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要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乌克兰危机成为两大国际会议绕不开的议题 此访期间 习近平主席阐述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亮明了中国主张 您认为中方立场对于弥合分歧凝聚共识 推动局势缓和降温有何意义 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 我们中方始终主张停火 纸战 和谈 同时中方还提到我们支持并期待 俄乌双方恢复和谈 同时希望美国 北约 欧盟国家 同俄罗斯展开全面的对话 所以这其实是表明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 更加全面的这样一个立场 我觉得它是进一步的阐明了乌克兰危机 对于我们而言的历史和现实的启示 习近平主席他在他的发言中 其实他提到了 乌克兰危机这样的全球性的 复合性的危机 它有几条值得认真的思考 第一条是冲突战争没有赢家 第二条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第三条是大国对抗必须避免 这三条我个人观察 它是非常有历史和战略高度的 比如说我们提到乌克兰危机本身的这种复合性 其实一些国家尤其西方国家 它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 它不断地推动访俄挺污的这样一个立场 而且它是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俄罗斯方面的行动 但实际上这个危机本身 我们知道它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它同时还有很重要的现实利益的纠葛 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讲话相关的表态 其实它是进一步的明确或者提出了中方关于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出路 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应该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创造条件 其中关键在于遵循联合国宪战的终止和原则 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要共同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 这种安全观才有可能为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相关的安全危机 提供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 好的 非常感谢张腾军所长的专业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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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